大家好啊,这里是河川,我们继续来玩冷烤馒头的第三集 非常抱歉,之前因为身体原因,在第二集硬币数量早已达标的情况下迟迟不能更新啊 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对有好转,便立刻来为大家继续录制第三集的冷烤馒头北伐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目前的这个正局跟上一集衔接之处有相当多的不同啊 这主要是因为在我生病期间,KR模组更新了东亚地区的许多势力的内容 就导致我之前的存档在再入之后有严重的一些bug,不仅导致国测数无法继续推行 而且还会获得一些很严重的,本不应该获得的民族精神debuff 所以现在的存档是我们重新打过一遍的存档 尽管世界上有较大的出入,但是基本情况却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 相信大家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割裂 不过时间线的变动还是让欧洲局势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但俄罗斯还是走的红线,所以基本上二战的形势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那说接上回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赶下了海 并且我们也让洪天政府和加入日本共农圈的缅甸投降 在既收复了核心领土藏南之后,我们也收复了核心领土江青坡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也是可以直接整合的 不过再往南一点就是属于缅甸的核心了 只能解放当地的工人或者在战后放出一个忠诚的傀儡国 现在举例我们跟日本谈判还有八天时间,让我们稍作等待 在几乎完成了一统之后,我们也可以来决定普遗的命运 自然我们就来采取宽大的措施 让他看看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多好吧 到了2月1日,日本希望与我们进行和谈,即便修正了一下时间线 我们更快速度的将日本推下了海 但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足够的海军实力去登陆日本 我们的空军联队也才刚刚开始组建 所以说我们就暂时的来跟日本签订一个停火协议吧 让那些倭寇待在他们可怜的本土小岛上 这样一来,双方签订了一份无条件的和平条约 停战期持续时间两年 我们也得以腾出手来处理一些内政问题了 与日本签订停火协议之后 紧接着便是对缅甸和奉天的谈判 这两个势力自然我们都是全部吞并啊 现在抗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是时候来宣告中国重新统一了 此后国民革命政府将被称为中华民国 经历了不菲的代价之后 我们终于初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啊 现在是时候来赶紧召开第三次规政大会 商讨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了 尽管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一统 但是距离真正的合并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基本驱离了帝国主义影响的民国 已然逐步走向繁荣 这也给了我们大量的政治点 容易进行国内的内政改革 或者是对地方势力的合并 接下来我们便在韩国和缅甸建立了 和我们意识形态相同的临时政府 这有便于我们对当地的管理 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核心领土 是不会给他们的 所以说不必担心 现在我们已经将之前的初步国策全部完成 是时候来召开第三次规政大会了 因为召开大会之后 所有左侧的第一次规政大会之后的临时国策 都将被全部封锁 所以说我们也是等一会儿 将军事线全部点完之后 再来开第三次规政大会啊 至于右侧北伐成功之后的国策 是会留下来的 让我们开始决定 新生的民国到底应该由谁来执掌权力 领委会和改祖会的斗争 最终也可以拉下帷幕了 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 对内部所有地区势力的整合 并且收获了整整新的72个师 我们也将它改编 作为了未来的主力部队 是时候来打扫干净屋子了 立即驱逐第三国际主华军事代表团 此后不允许任何人 哪怕是我们的同事力盟友 来干涉我们的内政 结果好巧不巧我们的会开到一半 这南方的仙罗王国不老实的 对我们的傀儡国缅甸联盟宣战了 那看起来我在会议期间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来稍微教训一下 这个自不量力的仙罗王国 在我们处理仙罗地区的事务之时 国内的第三次规政大会 已经迎来了阶段性的成果 让我们将被赶下了台 现在宋庆林同志将会成为 我们新的领导人 林委会大权在握 而且在此次对仙罗的战争当中 我们的空军也是第一次 来到正面战场上 一共200架战斗机和200架 禁地支援机将给敌方 造成沉重的杀伤 由林彪指挥的之前的 八部三炮的主力士军队 将即刻地开始朝前推进 仙罗王国这个无耻的侵略者 最终也会被我们解放啊 尽管在KR事件线下 赵明将对我们的革命事业 有较大程度的帮助 他也是领导着我们的冷烤馒头 基本完成了全国统一 但是现在随着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 他就必须接受被公审的命运 终于仙罗停止抵抗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解放他们全部的人民了 本身我们是准备再进行一些国内建设 在多月发动进攻的 毕竟我们未来新的机械化兵团 还在建设当中 但是由于仙罗主动宣战我们 所以就提前将他们解放好了 现在新的问题又逐渐出现 由于领委会夺取了国内的权力 所以说国内有许多知识分子发表了意见 民众抗议 党内也有不和之声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 通过一些政治行动来改善这些 而我们之前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受限的 这就需要我们拥有大量的时间啊 时间才是在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东西 结果我们在进行国内建设之时 二战是法兰西公社对德意志帝国宣战的 但是巴黎还是沦陷了 看起来德意志帝国的能力十分的强大 尽管第三国际势力遍布它的四周 但是它联合了盟友 大奥地利合同国还是将法兰西公社的首都巴黎占领 希望它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我们在解决完自己内部的事情之后 也会伸出援手支援第三国际的 结果当我们刚刚在国内进行一些土地改革政策之时 却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仿佛和现实世界线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法兰西公社已经投降 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成功的从非洲重返了他们的本土 俄罗斯社会属于共和国正在前线顽强的抗敌 但我们现在却无能为力 尽管我们现在的工厂数量十分之多 但是可以看到有一半都是民用工厂 我们生产军备的能力实在非常的有限 不过我们已经在积极的修建军用工厂 提高我们的军备产出 到了1942年的5月27日 我们已经准备完成 对日本的解放运动已经势在必得 因为台湾之前还在日本手里 而现在日本跟德意志帝国打起来了 所以双方正处于一个交战状态 不论如何这些我们的合法核心 在谁的手里我们就将对谁开战 尽管法兰西公社已经投降 但是与我们同属红色阵线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不列帝联盟仍然在以抗当中 而且好消息是由于世界线变动 整个北美的加拿大 美利坚和墨西哥全部都是运气非常好的 走了红线 所以我们的红色势力在北美是非常丰富的 双方可以联合起来 一同对抗德意志帝国 现在我们就来宣告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建立中国太平洋友好协会 相信这个阵营的创立可以帮助我们 解放所有亚洲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国家 现在除了散兵还未完全训练完成以外 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解放日本的准备 让我们直接对日本再次宣战 结果我们发现日本正在跟帝国公约开战 所以说在制海权方面 有整个帝国公约的舰队帮我们抢制海 所以我们正在考虑是否让我们新生的民国舰队 来抢多一点点制海权 我们直接派遣我们的海军特遣队到日本海区内巡逻 我们已经在这段时间内建造了9艘先进的巡洋舰 以及一艘航空母舰 现在我们的舰队将直接来到日本海上 好这样一来我们就抢夺了50%的制海权 正式开战之后 日本的战斗机和一些轰炸机 妄图轰炸我们驻守朝鲜半岛上的军队 但是我方先进的空军实际上已经非常成体系了 我们总计有约3000架的境地支援机 2500架的战斗机和900架的海军轰炸机 而且在国内基础设施发达燃油充足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可以立即执行任务的 稍微就让海军轰炸机给敌人带来一点小小的空军震撼吧 现在我们的散兵已经准备完成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帝国公约先我们一步登上了日本 可不能让他们拿到更多的战争贡献 毕竟在和谈条约里 他们肯定也是会将日本变做他们意识形态的傀儡的 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等不了我们的陆军登陆了 直接让散兵发动空降行动 好消息是似乎日本打退了帝国公约的登岛行动 现在就轮到我们的空军开始表演了 结果日本好像比我们想象的弱小 他驻守本岛的部队甚至根本无法与我们的散兵对抗 我们甚至可以依靠散兵就能轻松的夺取他们一些关键的城市 不过他们的部队数量还是十分惊人的 但我们的部队上了日本本土之后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禁地支援机连队 可以开始朝日本本土发动攻击了 由于我们有绝对的制空权 所以说任务效率还是相对非常高的 1000架的禁地支援机可以对敌方地面部队造成非常恐怖的伤害 而敌方的数个师在空军的接连轰炸下 甚至无法撼动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散兵师 就这样我们凭借散兵力量 已经成功的在西日本地区拿下了广岛周边的一些小城市 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准备师出场了 散兵毕竟不是专门用于进攻的部队 尽管在空军的支援下能够防守住敌方的进攻 但是想要向前突破战线还是十分困难的 毕竟敌方的失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新的陆军编制世界解放军 拥有了大量的机械化步兵以及中型坦克 虽然看起来对人员的杀伤有限 但是对装甲的杀伤其实是非常高额的 而且我们还拥有着81%的装甲率 这样设计主要是考虑到日后在欧洲战场上作战 敌方尤其是德意之帝国是拥有一定装甲率的部队的 如果我们只拥有对人员的杀伤效率的话 恐怕难以在正面阵场上对敌方攻击 所以为了打造一支全面作战的适应性部队 我们的先进中型坦克59-2 也是采用了一个中型加能炮 作为坦克的主炮 尽管目前产量相对较低 但是这却使我们十分精锐的部队 由于进攻四国岛的判定是登陆判定 所以说我们的装甲师发挥不了太多的作用 但是在空降师的帮助下 我们还是成功的完成了对四国岛的战力 现在正在驱离敌方的部队 然后在没有了后顾之忧 收复了所有南边的岛屿之后 我们可以朝东北方向进发 开始我们新一轮的北伐 这北伐日本的东北也是北伐 让我们一路北上直达北海道 不过相信不用打到北海道 日本就要投降了 果然当我们推进到东京一线之时 日本就宣布了投降 而由于我们的战争贡献太高 所以说别的国家基本拿不到任何的和谈条件 这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 现在我们成功的凭借现代的坦克军团 和机械化作战解放了日本 曾经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和所有的科技 我们已经全部拥有 现在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已经不容复制 由于日本并非我们的核心领土 所以说我们只得先建立一个合作政府 由此我们解放了日本的劳动人民 日本社会主义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黎明 毕竟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 那便是日本军国主义 结果当我们成功解放日本之后 要求葡萄牙和德意志帝国归还我们的租借 他们却不愿意啊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直接武力夺取这些本因属于我们的领土 即便他们与我们开战也在所不惜 毕竟这里本就是我们的核心领土 结果好像这些帝国主义者们只是在序章声势 在我们绝对性的武力展示下 他们也选择了抛弃租借 我们将成功的收复澳门 广州湾 焦州 以及威海卫 现在澳门香港已经全部回归 山东的德国租借也已经全部回归 实在是令人大快人心啊 现在随着对我们许多的合法核心领土的收回 国家领导人宋秦玲也走上了红色拿破仑的路线 我们将倡导世界性的革命 并且这可以大大的增幅我方军队的作战实力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解放亚洲了 第一步便是这个外阿木尔共和国啊 东北地区的大量领土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核心 包括海参崴 但好像由于战争分数太低 我们并不能在和谈协议里收复海参崴 这些地区还是要归俄罗斯所有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相当于快速的帮俄罗斯解决了这个敌人 因为我们直接可以来对俄罗斯宣战 不过此举等同于宣战第三国际 我们还是需要思考一番的 由于之前德意志帝国在我们附近占领了一点点的领土 所以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打响最终的战役了 红佑的领土侦探问题可以留到战后 用战略威慑的方式好好解决 现在我们直接来向德意志帝国宣战 首先对德国的宣战就应该先拔除掉他们在东亚的殖民地势力 德属东亚 在我们先进坦克式的攻势下 他们是抵挡不住的 而且我们还拥有庞大的空军支援力量 有绝对的制空权 由于德属东亚和和属东印度都在帝国公约之内 而敌方目前的制海权实在太强 我们的海军仍然在建设当中是无力夺取制海权的 而要大规模实行空降实际上执行起来的难度也太高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殖民地就暂时给这些帝国主义者们留着 只需要解放了他们的大本营 我们一路打到欧洲去 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到了1944年的1月25日 由于直接从我们的新疆地区一路朝西 推到德国的首都太远了 所以说我们干脆要了个军事通行权 直接来到俄乌前线直接往德日帝国的腹地推进 到了1944年的5月6日 我们的部队已经将乌克兰地区基本打穿了 但是推进到这里我们才发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军队是远道而来的远征 所以说实际上只有军事通行权的方式 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空军基地使用权的 因为我们跟俄罗斯实际上不在一个阵营里 这就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大量空军优势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 我们的推进进度也一度陷入僵局 这样一来我们只是平白的在损耗武器装备和人力而已 但是似乎现在我们自己有阵营的情况下 是无法把印度公社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进来的 所以现在的局面我们进退两单十分的尴尬 到了1945年的8月15日 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虽然说由于战争形势过于的复杂 我们利用了一点点的魔法手段 但是总之我们已经彻底的击败了帝国公约 以及第三国纪 不然的话正常打下去需要的时间实在是太过漫长了 大家都知道在原世界线里 这一天是日本政府投降的一天 而现在在KR世界线下 目前由宋庆龄领导着的中华民国 已然让中华重归秋海塘叶 在将所有占领国家的领土全部傀儡化或者释放出去之后 我们仅保有了原有的核心领土 这个大秋海塘叶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 在结束之时我们成功的引导了世界走向和平 并且现在我们的原子灯科技已经研究完成 在不同世界线的同一天 我们达成了这项非凡的成就啊 空军大概有整整一万三千架不同型号的飞机 陆军我们则有近三百个石 而且有七十余个机械化合成兵团 未来也可以全面的换装现代坦克 不过好像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 值得我们这样去进攻了 远在美洲的一些势力也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盟友 只是可惜并不能将它拉入我们的阵营当中 当海军整变完毕之后 可以发现除了接手之前日本剩下的一点点舰队之外 我们自己自主研发并且建造了四艘航空母舰 还有大量的轻型样舰 这也得益于我们先进的造船技术 在很早日时我们就下水了这条舰队的产线 并且在进一步登陆日本本岛的行动中 航空母舰也为我们抢了一些制海权 就此我们的冷烤馒头北伐系列也正式的迎来完结 我们也收获了十分好看的一幅秋海棠夜图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以及关注 如果下个系列视频有什么想看的 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与我交流 即便这是该系列的最后预计 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投币点赞 我是何栓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